我們已經知道 如果 f 是一個 n 次多項式函數 我們可以選一個時數 a 作為參考點 把這個多項式函數從標準形式改寫成 所謂的泰勒形式 泰勒形式就會繼承 x 減 a 的多項式 也就是說它從長數項開始 然後 x 減 a 的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排列上去 那長數項會是 f 的 a 一次項的係數會是 f 在 a 的一階導數 二次項的係數會是 f 在 a 的二階導數除以二階乘 一般來說 n 次項的係數就會是 f 在 a 的 n 階導數除以 n 階乘 過去的數學家已經發現了 就算 f 的 x 不是多項式 只要有一個一般的函數 f 的 x 只要它在 a 是一次、兩次、三次都可以微分 也就是說 f 的 x 在 a 的一階、二階、三階的這些導數都存在 那剛才這個完全一個形式沒有改變的這個多項式 還是可以說是 f 的一個泰勒多項式 所以就是說完全用形式來寫還是可以這樣寫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現在取 f 的 x 是一個很簡單的函數 就是標準指數函數 那選的參考點 a 也選一個最簡單的參考點 就選 0 這有什麼好處呢 標準指數函數的一次、二次、三次所有次的微分 都還是標準指數函數它自己 所以把 0 帶進去呢 這個函數在 0 的一階、二階、三階每一階的導數都是 1 所以對照剛才這個公式 指數函數在 0 的 n 次 泰勒多項式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形式 就是 1 加 x 加 2 階乘分之 x 平方 加 3 階乘分之 x 三次方 一直到 n 階乘分之 x 的 n 次方 最後注意一下 不管是不是多項式 只要寫成泰勒多項式 f 的 x 寫成泰勒多項式 我們就一定用生命排列 也就是說從常數項開始 然後最後寫到最高次項 任意一個函數寫成了泰勒多項式 有什麼用呢? 它好像只是一個數學上的遊戲 其實不是這樣的 讓我們現在來看這一組例子 我們已經曉得一次泰勒多項式 就會形成切線方程式 而且切線跟原來的函數 在切點的很小的範圍內的那個附近 是很接近的 現在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這是剛才我們做的 藍色的曲線就是標準指數 在正負二之間的函數圖形 紅色這條直線呢 就是一次泰勒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其實就是切線 在這個切點的附近 一個很小的範圍裡面 你看到紅色跟藍色很接近的 其實藍色就蓋掉了紅色 現在我們來做看看 二次泰勒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現在呢我們就改成了 藍色還是不變 就是原來的指數函數 那紅色呢就會是二次多項式 二次泰勒多項式的函數圖形 因為看到它在比較大的範圍裡面 貼近了指數函數 也就是藍色會蓋掉紅色的那一部分 接下去再看三次泰勒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那就更大的範圍是貼近的 最後看看四次 我想看到四次應該已經讓大家都相信了 除了最右邊最左邊 還有一點點紅色以外 其實你都看不到紅色了 就是說其實只要做到四次泰勒多項式 在指數函數的這個例子 而且在正負二的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原來的 就是泰勒多項式的函數圖形 跟原來的指數函數的圖形 已經幾乎就是完全一樣了 到了這邊應該可以讓大家相信 泰勒多項式在指數函數的這個例子上面 只要泰勒多項式的次數越高 那這個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就會跟原來的函數 也就是指數函數是越貼近 其實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想 只要泰勒多項式的次數無限的提高 那麼泰勒多項式的函數圖形 就會在整條時數線上去逼近指數函數 就是會靠近指數函數 甚至於我們應該大膽的相信 它就會等於指數函數 但是在數學的語言上面 一個無限次的多項式 就不會再叫多項式了 我們會叫它密極數或者說極數 所以延續剛才的例子 我們做的事情呢 就是指數函數 以0為參考點的泰勒極數 或者有的時候說泰勒展開 就是1加x加2階乘分之x平方 加3階乘分之x3次方 一直加上去 一直加到無窮進的後面 但是在數學上 剛剛說的那個次數無限上升 就會泰勒多項式 就會等於指數函數的那個問題 用數學式子寫出來 就是這個泰勒多項式的式子 它的次數n如果趨向無窮大的話 對任何一個時數x 算出來的那個數 是不是真的會等於 exponential的x次方呢 是不是真的會收斂過去呢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數學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不打算說這個數學問題 我們以後再來擔心這件事 現在且讓我們先接受 就是有這麼好的結果 先看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我們回到剛才的這個 指數函數的泰勒展開 我們對這個泰勒展開做微分 微分之後呢 你會看到其實就是多項式的微分 一項一項的對應下來 1的微分是0 x的微分是1 2階乘分之x平方的微分 會是2階乘分之2x 同理這個x三次方的微分 算出來一個3x平方 x四次方的微分 算出來一個4x三次方 回憶一下 2階乘就是2乘以1 所以分子跟分母的2就會消掉 分母就會變成1階乘 同理3x平方跟分母的3階乘 消掉一個3分母就變成2階乘 4跟分母的4階乘 消掉一個4分母就會變成3階乘 那麼稍微整理一下 你就會發現 微分以後的結果 就泰勒展開來說 還是1加x加2階乘分之x平方 加3階乘分之x三次方 點點點上去 所以微分的結果 就泰勒展開的形式來看 它就是指數函數 所以我們從泰勒展開再一次的看到 標準指數函數的微分就是它自己 標準指數函數會是一個微分的不變量 被微分之後它不會改變 它就還是它自己 我們可以使用Maxima這個軟體 來幫我們做泰勒多相識 作為下一個例子 我選自然對數 做我的f of x 因為0已經不在它的定義域裡面 所以不能選0當作參考點 那就選下一個簡單的數 我選1當作參考點 現在我們看看怎麼樣在Maxima裡面 做一個以1為參考點的4次泰勒多相識 這個指令就是要拼出泰勒這個英文 然後第一個參數就寫long 當然這邊是寫log 然後x代表變數是x 然後1代表參考點是1 然後4代表我要做4次泰勒多相識 出來的結果馬上就看到了 這個結果我們用數學式子寫出來 比較看起來好看一點 是x-1-2x-1的平方 加3分之x-1的3次方 減4分之x-1的4次方 應該已經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x-1的多相式 它的係數 比哪個系數 長速項是0 它的係數非常的有規則 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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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看到的蓝色曲线就是longX在0到2之间的函数图形 那你看到一条直线 这个直线就是一次泰勒多像式 那也就是说它就是long在X等于1的地方的切线 的确在切点的附近你看到红色跟蓝色的曲线是贴近的 像刚才一样 我把泰勒多像式升起来看看二次 二次的泰勒多像式图形也是这个红色的曲线 就比刚才的直线切线稍微贴近的范围大了一点点 接着看三次应该又看得出来再大一点点 接着看四次还会再大一点点 但是显然虽然这个红色的曲线 当泰勒多像式的次数提高的时候 有渐渐多一点范围贴近自然对数函数 但是自然对数函数的泰勒多像式的表现 比起刚才我们看到指数函数的泰勒多像式的表现 好像差了一些 好像是慢了一点点 那究竟为什么会慢一点点 它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最后 也就是说当次数N趋向无穷大以后 这个多像式会真的贴近 真的收敛到自然对数函数 这是我们前面说过一个严肃的数学问题 我们不打算进入这个数学问题 就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概念 在参考点的附近 在参考点的附近 当泰勒多像式的次数越来越高的时候 泰勒多像式应该会越来越贴近原来的那个函数 这样就可以了